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款游戏呢 每一个主人公都有一个量身定做的剧情 这里我们选择的是舞女 今天我们这一视频不是以这个剧情为主 所以说我这里就给大家简单概括一下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舞女亲眼目睹了她的父亲被三个黑衣人给杀死了 关于这三个黑衣人的相貌特征 我们只观察到他们身上有这个乌鸦的印记 剩下就没有更多的消息了 多年以后呢 这个我们变成了一个酒店舞台表演的这么一名舞女 虽然时间过了很久啊 但是这个杀父之仇我一直都记忆犹新 所以说这个故事就围绕了这么一个剧情展开 然而有一天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她一眼 那个标记着乌鸦印记的男人啊 来到了这个我们工作的酒店 也不知道这是酒店还是客栈啊 总之来到这里 然后我就发现我去那不是她吗 这时候我们就决定去跟踪她 结果就在这时啊 我们这个老板说我去 你她娘怎么能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啊 就把我们喊了回来 这时候没办法了 我们有一个闺蜜小红 这时候说老板出去了我帮你望望峰啊 你可以从后门溜走 就是这样一个展开 我们就跟上了这个黑衣人 帮我们走近后才发现这个 原来黑衣人和咱们的老板有着不为人知的这个PY交易 OK那我们就继续跟踪 进入了一个洞穴 这边的话可以从这里这个存到 在这个战斗场景啊 是这个暗雷式的处罚 我们这也是直接进入一场战斗 关于这个战斗的方式 我们可以用这个普通的攻击 以及这个跳舞的这些技巧 来进行这个高伤害 这个BREAK的意思就是 接着它的弱点进行的击破 它也会进入这个眩阴状态 然后我们再打它会有一个伤害的加成 另外 右上角这个五角星的意思 就是按下手柄的R键 还可以进入这个BOOST的模式 然后我们的普通攻击 会变成这个二连击 然后我心里感觉好像这个进入BOOST以后 它会更容易打出这个BREAK的弱点击破 并且它的伤害也是会提高的 在BOOST的模式下 关于这个五角星的补充呢 目前的观察啊 是好像是在敌人可以攻击的回合下 每回合会回复一个 这里的话我们也是用这个5G 这个叫月光华尔兹的技能 直接把它带走 打出了一个高伤害 然后战斗以后啊 也是获得这个经验啊 有概率获得一定的这个物品 这边的话有一个NPC 它会卖一些药 因为一会儿的话会有这个BOSS战啊 所以说可以提前准备一波 另外这个迷宫走到最深处的里面 有一个金色宝箱 打开的话里面是一个耳环 我们也直接可以在这个装备里面啊 直接给它装备上 这个耳环的话可以加50的血量啊 还不错 这里的话我以为啊 出来是直接追到这个黑衣人 结果没想到被这个老板啊 带了几个这个武士来直接给拦住了 然后的话 我们的闺蜜啊 小红 这时候也出现了 这个剧情就非常的狗绝了啊 这个老板张上我的面 把小红给杀死了 这个举动彻底激怒了我 于是我和老板之间必有一战 这个BOSS战啊 还是非常简单的 一定是一个刚开始的小的教学官 我们这里也是买了很多这个药 哎 只需要把这个药品都准备好 没血喝血 没愤怒就补愤怒 然后的话就是优先清理这个小怪 然后最后再打老板 注意这个BOOST的运用 以及这个弱点击破的一个取桌啊 还有一个药要提前喝 另外就是老板的话 这个他会进入一个某些回合啊 他会进入这个狂躁状态啊 那一下的话鞭子的技能 可以一下涨三级一百的伤害啊 所以说血量的话 要稍微控的精确一些啊 可能有时候一百的血就得喝药 这样的话最后再把这个杂兵带走 哎 我们这个战斗已经结束了 这个还是非常简单的啊 给的经验倒是蛮多的 我们应该是可以直接升到五级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学新的技能 这个叫夜之送哥的一个AOE技能 另外值得一提的一点啊 每个人物都有各自的特色 我们的五女是可以魅惑这个 这个NPC啊 然后让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但是他们是没法和我们一起战斗的啊 但是他们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增益的buff 接着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新的主城啊 这里就是这个武士 我们可以直接和他对话 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加入我们的队伍 和我们一起战斗 这个和魅惑来的NPC是不一样的 这的话也是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出生啊 就是武士的这个剧情 如果你选试的话 就是会回到他这个剧情的开始 发现了动画 然后从这个武士的一级啊 你可以进行体验一下他的这个流程 这里我们也是选了佛 直接就加入我们的队伍 我们就以这个武女为主视角进行游戏 这里也是再来体验一下这个双人的这个战斗 两个人以后啊 战斗的难度会简单很多啊 因为我们现在战斗力已经远大于之前 因为我发现这个武士的攻击力好像很高 所以的话我们也是都会这个AOE的技能 所以说轻这些小兵啊还是非常的快的 我也是放下刚刚学会的这个叶之送哥啊 哇很酷 但伤害不是特别高 我们也是各自进入这个BOOST的模式 分别二连啊 直接把他们带走 好的啊 那我们今天这个NS的八荒旅人的试玩 之前玩到这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游戏的话 你也可以去这个eShop里下载一波啊 来体验一下 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也正式版的话 应该下个月就发售了 如果你喜欢这些视频的话啊 也可以给我点个赞 顺便关注我的频道蓝色橘子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